法院開議誰是國會聲量王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根據網路溫度計的統計 立法院的十大聲量王排行 我們都幫大家整理在前面了 就是第一名到第十名 好最後是立法院長韓國瑜 他就是以這148萬篇討論居冠 好至於本屆搶下巴西的民眾黨 當中你可以看到畫面上顯示了 雙黃的部分也就是黃國昌和黃珊珊 他們也入列是在前十名 分別是來到第二名跟第三名 好身為執政黨的民進黨 只有黃捷跟柯建明兩個人 其他呢在前十的還包含有誰 包含國民黨的徐曉星 那還有謝龍健 以及你可以看到傅崑奇、江啟成 還有羅志強都在裡面 那總體來看的話呢 國民黨是佔了六個人 民眾黨兩個人 身為執政黨的民進黨呢 也是兩位 好不過你可以發現呢 這個前十大聲量的立委 幾乎是負面評價大於正面評價 唯獨誰呢 唯獨排名在第十三名的 民進黨立委王世堅 好王世堅呢 他是百分之三十一正面評價 高於百分之二十二的負面評價 等於說王友蠻喜歡他的 好這裡面有不少立委 除了是空建高手之外 很多人會上榜跟韓國瑜都有關 那至於你可以看到 是民進黨立委吳思瑤 網路聲量排在第十九 好他說外界有預期 新國會一定很精彩 所以大家接下來會更居教國會 這關注度絕對是 會高於行政部門的